程式雲端上也都有放 所以如果假設你打字比較慢 也許你就直接call這個好了 21頁的部分 那另外的話如果只能回答3次的話 那其實這個地方 就可以把它加上去 for i in range 當然你可以用1到4 當然你也可以用0到3 對不對 其實也可以啊 因為012嘛 3就停下來 不過到了一樣 如果你寫成什麼 寫成0逗點3的話 跟各位講0逗點是可以省略掉的 OK 它是可以省略 但是是要從0開始是可以省略的 所以以後看到range3的話 那就是要跑3次 OK 只是說我怕同學不太能夠理解 所以就還是把0加上去 所以0是可以省略掉 有些地方你會要精簡程式的話 這部分是可以這樣寫 那再來的話呢 VBA的版本這邊也有 所以我有把那個 有沒有 在VBA裡面 上面部分它不是放在串列 它是可以把它放在正列 OK 所以正列 因為英文名稱叫array 如果在VBA建一個正列的話 就是寫法一模一樣 其實我也是把類似同樣的邏輯 把它翻譯過來而已 其實都有固定的翻譯方式 所以甚至是不是也可以寫一個翻譯軟體 有沒有 就是什麼 你輸入Python 我自動幫你轉成VBA 或者你輸入VBA 我自動幫你轉成Python 可以辦得到嗎 其實絕對辦得到 只是要有人去做這件事情 OK 因為目前 我是沒有那麼多時間去寫這種 當然會不會有人去寫 那如果有佛心的人就會去寫 OK 所以我發現網路上很多都有很有佛心的人 OK 好 那再來的話 底下都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寫法都固定 有沒有 Do while e沒有冒號 然後 is this do 就是break 所以有些部分是可以稍微取代一下 就OK了 那 這個我想請虧還是自行在練習 你把它複製 有沒有 Ctrl C 然後呢 直接放在那個我們的 我們的 VBA裡面 這邊 然後一樣是 這個Visual Basic 開太多個了 剛剛是寫在哪一支 寫在這裡 Module 一樣可以把它貼上 這樣就OK了 另外的話 剛剛我同學問到一個蠻不錯的問題 就是說像剛剛 我們不是要註解對不對 這些要註解 剛剛有Ctrl加斜線對不對 可是在VBA 如果你要註解的話 順便 補充一下 其實你可以在這個工具列上按右鍵 就會多一個叫編輯工具列 這個工具列的話 假如說你選取某個範圍 這個範圍程式 你要把它註解掉 以前是 就是前面壓單引號 那如果你有很多行要註解的話 以前我們就是 主法煉鋼的方法就這樣 下一個有沒有 這樣 如果很多行 就一直 一直往下 下一個 單引號 下一個單引號 但是後來我發現有這個功能之後 我就不會再這麼笨了 因為 其實直接可以這樣 按下這個 使程式變為註解 這樣就好 這樣就好 如果恢復的話 使程式恢復為 還原為程式 這樣就好 其實功能跟剛剛那個Python Ctrl加斜線 是一模一樣的效果 OK 只是說 可能要知道一下功能 不然有時候的話不知道 你還是非得要傻傻的 慢慢弄 OK 大概是這樣 我是覺得 這有些是小技巧 好 尤其坊間書籍也不太會講這些 有的沒的 有時候只是一個實務經驗 剛好用到 因為有太多的功能 如果不知道的話 真的是還蠻花時間的 OK 細節部分請各位 自己再把它玩玩看好了 再來的話 後面還有一題 如果要請各位幫我寫一個 猜拳小遊戲的話 因為猜拳小遊戲不外 就是剪刀石頭布嘛 你就跟電腦比 到底你是贏還是輸 那要怎麼寫這樣的程式 其實這個程式也是以前是寫Java 轉變過來 因為Java書就有一個猜拳小遊戲 那問題以前 Java人家寫的實在太複雜 邏輯實在複雜到一個不行 後來我實在看不下去 所以我就自己把它改 越改越簡單 改到現在 改到python 後來其實python 只是說與法稍微差異一點點 不過我覺得都還是差不多的東西 所以我就把它移植到這邊 那怎麼跟電腦猜拳呢 當然不外乎 就這樣子 其實程式也非常簡單 我仔細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請輸入數字1234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讓人家猜那個什麼 選擇題也是類似 輸入1234 對不對 最簡單 因為其實如果你要叫他打剪刀石頭布 打中文字很容易打錯 OK 或者是說你多一個空白就會翻錯 所以 所以我們現在的話 如果輸入123 代表剪刀石頭布跟結束遊戲 那如果會不會有人輸入5呢 5的話呢 如果你程式沒有防呆的話 防呆就是他不應該輸入的輸入的那個尺出現的話 那應該避開 所以按enter 輸入錯誤 所以我這邊是有故意寫一個防呆 所以以後如果你希望你程式會有一些不應該輸入 你可以把它避開的話 那我有加了 特別demo一下 再來的話呢 剪刀石頭布 那這個時候就開始了 那要怎麼樣寫一個跟電腦拆數字呢 其實很簡單嘛 我的想法是說 反正就電腦亂數 123好了 如果他亂數1 就是剪刀 就是意思是電腦出剪刀 如果是2的話是石頭 3就布好 那我也出一個 那兩邊比比看 看我贏還是他贏 就這樣而已 非常簡單喔 有沒有 OK 所以我現在出1 就是出剪刀 那有幾種情況 如果他出剪刀 那平手 如果他出石頭我就出 如果出布的話呢 那我就贏 好那試試看 我不知道會不會贏 enter一下 有沒有 他就出什麼 電腦出 所以這個地方必須要把 電腦出什麼 顯示出來 然後最後結果告訴我 然後呢 因為是壞耳一碼 所以又繼續比 OK 比到你不想比為止 然後出石頭好了 enter 他又出石頭 這是有作弊嗎 還是他有聽覺嗎 聽到我要出什麼 3 出布好了 他又平手 奇怪了 那我再出布 就平手了 這什麼 這有問題嗎 這機率是要維護其為 他有麥克風嗎 他有聽覺嗎 我贏了 有沒有 終於變了 我出入1 就是我出入剪刀 他出布 所以1 2 3 他變3 那我贏了 OK 類似這樣 輸了4好了 結束了 就退出遊戲 OK 好 那這個地方程式該如何撰寫 我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 大概跟剛剛的這種寫法 基本上也是雷同等 但是有哪一些地方不一樣 第一個 一樣是有一個import什麼 我們的random 然後我多了一個串列 這個串列我取名稱叫b-list 這個b-list裡面的話 就放了有四個東西 那為什麼你想說老師你這種布 放三個就好了 剪刀石頭布 為什麼要多一個一樣 因為0 我不想要用 我想要從1 2 3 因為這樣比較直覺 當然如果你覺得也OK的話 你以後可以改 你改 剪刀石頭布 就變0 1 2 這樣也是OK的 只是我自己不習慣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話語 再來什麼 再來就是說 讓他亂數 好 不過特別注意 這個亂數的話 你要把這個亂數 一定要放在回圈裡面 之前的都是放在回圈外面 差異在哪裡呢 主要是如果你放在回圈外面 就只會一個亂數 但如果你放在回圈裡面的話 它就每一次又重新產生一個亂數 那剪刀石一定 你不可能每次都叫它出一樣的吧 對 那你一定就一直贏了嘛 所以 一定要在回圈裡面 產生1到3的亂數 OK 那一樣的話 m就是我出什麼 就是輸入1 2 3 所以一樣轉型 乘1 2 3 4 放在m 那當然有幾種狀況 我底下有列出幾種可能性 1負 然後 第2種 第3 第4 第5 首先的話我有防呆 什麼叫防呆 就是m的值 如果小於1 或者是它大於4的話 那表示什麼 它輸入了一定 像我剛剛說5對不對 5的話 表示它不在1 2 3 4裡面 所以print是什麼呢 輸入錯誤 有沒有 所以第一個 邏輯判斷是什麼 做防呆的機制 小於1 或者大於4 都不是我要的 OK 然後 lif 如果 兩個相 如果m等於4的話 那就退出 那退出的話 我就break 這邊應該沒問題 那什麼時候呢 是我 平手 平手最簡單 平手就兩邊都一樣 所以m如果等於s的話 就是 我出的跟亂數一樣的話 那就是什麼 兩個都平手 那什麼情況下 是什麼呢 是什麼呢 是我 我贏的狀況 那你就 其實就三種 就是我如果出剪刀的時候 它出布 我如果出石頭 它出剪刀 我如果出布 它出剪刀 有沒有三種 所以我就把它列出來了 lif 有沒有m等於2 2就是石頭 然後呢 s就是它出剪刀 有沒有 因此類推 中間加偶我就可以了 所以 特別注意 這三個其中一個出現的話 那就表示什麼 我贏的狀況 那剩下來的話就相反 如果m等於2 2 2的話就石頭 它出布 有沒有 那我如果出剪刀 那它出石頭 因此類推 不過 跟各位講 其實最後這個地方有沒有 其實你不用寫出來也OK 你寫一個什麼 l10 不就也OK嗎 有沒有 l10的話 這應該什麼 你如果最後不判斷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 把這個地方 後面的這個部分 改成l10就可以了 其實l10應該結果也是一樣 因為剩下來 除此之外 OK 那就會是什麼 就是 我輸了 你就是這個 OK 那這樣就完成我們那個 剪刀石頭布的遊戲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這邊總共有 1 2 3 4 5種邏輯 OK 畫面還給各位試一下 好 OK 當然這個衍生的部分其實還蠻多的 後續其實還可以再 因為我這邊是沒有寫說 記錄它的 就是到底電腦贏幾次 書幾次 或者是說我最多可以跟它猜幾次 比如說最多跟它猜10次好了 然後最後計算呢 你到底贏幾次輸幾次 最後再判斷說到底你是 這個這個 到底是誰輸誰贏 不是說一次就決定 是說猜 猜10次好了 然後 甚至的話你也可以再把層次改寫 請問你要玩幾次 對不對 讓它輸入次數 然後讓它玩 玩到最後看誰輸誰贏 你把最後輸贏的結果 把它拼得出來 這個其實就比較有那個可玩性 所以請各位也許後面部分想想看 有沒有辦法寫出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有次數限制 另外的話就是說 假如說我跟它玩10次 到底誰輸誰贏 就是最後的那個加總次數 這個地方可能還是需要多一個變數 去記錄輸贏的結果 OK好 試一下